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嘿嘿 我们也没想到 万叶竟然会以荣采姬嘉宾的身份回到到期 接到邀请函时 我也有些诧异 不过在外面漂泊久了 能借此机会回到故土 祭拜一下故人也不错 万叶 我们刚才远远地看见 你好像正在找什么东西 发生什么事了 是这样的 刚才我跟着大家下船的时候 突然听到身边响起了很轻的脚步声 那种脚步绝不是一般乘客 可我回过头时 那人已经不见了 只有站桥下传来了扑通一声响 我没找到对方的踪影 我过去在脚边发现了一张奇怪的纸 万叶 你捡到的纸上是不是写了一首诗 你们怎么知道 竟然还有这种事 在这里 请吧 上次葵之翁的诗最后提到了赤人 果然这一篇就是赤人的故事了 这次的故事大致是说 赤人因为喜欢用红色的印章 才有了这个雅号 不过他却因为剽窃 被将军发现 然后被流放了 怎么说呢 如果要评价的话 今天的故事听起来不是很吉利 我倒觉得这篇故事并无不妥 我之前也曾经是被幕府通缉的要犯 和故事里的赤人也差不多 这篇故事里的赤人做了坏事 被将军流放式就有自取 和万叶一点都不一样 喂 你在想什么呢 对了 你们刚才提到 有位朋友最近正苦于签名太慢是吗 在黎月和稻妻 的确都有印章等同于签名的说法 这说不定是个可行的主意 在海上航行时 我偶尔会雕刻些东西打发时光 如果要做印章 或许我也能出一份力 哇 那就太好了 我们现在先去找阿贝多商量一下吧 阿贝多 我们找到帮行秋的办法了 五哥仙的故事果然又出现了 而且还来了这么一个办法 印章 嗯 让我想想 确实是个高效率的方案 这样一来 行秋就不用苦于自己问题了 不过 因为行秋的签名 之前已经对读者公布过 如果这次的新刊上 只有他使用印章 未免显得诚意不足 我想到了另一个主意 当然印章也是其中一部分 我们现在就去吴有亭 和大家商量一下吧 加油啊 枕鱼老师 今天写出来的字已经很有进步了 说明昨天的特训很有效 不行了 我的手已经算得抬不起来了 早知道这样 之前就不在书法课上看小说了 刚刚已经休息了十分钟了 再坚持一下呀 编辑长不愧是我们之中 催稿最可怕的人 嗯 难怪一遇到麻烦的作者 八重大人最后 总会派编辑长出马 太可怕了 才一阵子没见 行秋就已经要变成行尸走肉了 编辑长 其实刚才我们找到了一个办法 或许可以解决大家的困境 黎月和道七 印章使用都很广泛 印章也往往是所与签名等同之物 或许可以用这个思路 让签名变得容易些 当然 只有印章是不行的 签名需要有两部分组成 首先是个人的图章 这部分 以枕玉老师的签名为模板克制就好 同时 我会再为枕玉老师设计一个美观意写的图案 枕玉老师只需在每本书上签下这个图案即可 让我想想 嗯 这办法可行 不仅出自作者亲笔 而且效果应该也会十分美观 真的吗 这么说来 我终于得救了 编辑长 我突然想到 之前我们之所以放弃了现场签售 是因为考虑到作者签名 会花费比较长时间 但如果是这种形式的签名的话 是不是在现场签售也来得及 而且如果所有作者都采用类似的形式 也不会让枕玉老师的签名显得突兀 如果你们觉得可行 我当然也很乐意为其他作者设计签名 雕刻印章的事可以交给我 既然这样 我现在就去联络新刊发售会的其他两位作者 竟然能获得白鹅老师设计的签名 真是太荣幸了 因为我的笔名很复杂 不适合进行签售 哎呀 这下终于可以实现心愿了 太好了 看来大家都同意这个提案呢 让枕玉老师忙了这么多天 实在不好意思 接下来这几天就请您好好休息 后续事宜就交给我们吧 已经签好的这些书 将来也会作为八重堂活动的特殊奖品使用 得救了 终于得救了 多亏大家相助 我和小野四先生才能彻底摆脱困境 嘿嘿 行求终于自由了 出去好好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现在时间还早 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 各位 可算找到你们了 咦 是灵花和温迪 你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 其实是刚才 我去荣采集会场安排插花课程的事 在花架上 发现了一张神秘的纸片 当时 刚好这位营优诗人就在旁边 我听他说 这些天 你们还发现过其他类似的东西 于是 就和他一起来找你们 不过这位小姐发现的纸片 和我们之前找到的不太一样 东西在这里 请各位过目 之前的诗歌长度都差不多 但这次却只有两句 明明只有短短两句话 却既没有挨着标题 也没有写在整张纸中间 字迹的位置 简直就像是在告诉我们 除了这两句话之外 这张纸上还有其他内容似的 如果从字面意思来理解这句诗的话 就是 把纸张放在水中 真相自然会浮现 说起来 我家中有本古籍 专讲古代的奇闻易事 书中提到过一种特殊的墨水 能够遇水则险 水干则消 那我们要不要去试试 刚好这附近就有水池 哇 你们看 纸上果然出现了很多字 快给我看看上面写了什么 呃 故事里说 默然拿到了赤人的诗集后 把诗集放到了溪水里 然后被指认抄袭的那篇诗的字迹就晕开了 为什么会这样 派摩 在过去印刷尚不发达的年代 手写在书上的文字 很容易因为受潮变模糊 为了让字迹保存更久 往往不是使用特质的墨水书写 就是在写完后 在纸面刷一层防水的涂量 特质的墨水制作起来费时费力 刷涂料的办法也并不轻松 不过 赤人的诗集 既然是要呈给将军品鉴的重要物品 肯定会采用两种办法之一才对 但现在抄袭的那篇诗作上 不仅缺少赤人的印章 字迹在浴水后的状况 也和其他纸面大不相同 也就是说赤人并没有做坏事 他是被人陷害的 对 这就是默然的故事 想要告诉我们的真相 虽然故事令人唏嘘 但现在赤人和默然这两句话的内容 已经能决定下来了 万叶 灵华 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担任模特呢 当然可以 我也没有问题 太好了 这样就能一下子完成两幅画了 嗯 现在四篇故事都集齐了 五哥仙的故事 也终于彻底完整了 对 西时 道既有能诗者五人 世人竟称之为 五哥仙 一年 翠光前往天守阁觐见 将诗集献与大人品鉴 岂料魁之翁所著诗章中 竟有一页被人撕去 翠光因而受到盘结 翠光俯首引咎 并明其昨夜 曾于酒寺中好饮 久安恍惚中 似有身影其境 来人正乃魁之翁事也 此番曲折皆起于一不具名之人 魁之翁受其胁迫 无奈以非常手段 取回诗稿一夜 至于该人行事缘由 他全然不知 只知诗中所记 事官故交 赤人 赤人亦曾为五哥仙之列 没用心词必留住夜 其名中之赤即出于子 如此善闻之人 于去岁所献诗中 竟有一座妾子他人 赤人阴醉流放 割仙无人 仅于四人 默然便悦赤人诗集 唯剑剖妾之作缺少朱印 遂将赤人诗集进入西水 以为有妾来之诗上 末计随波散去 魁之翁从旁路过 读物思人 遂将所见之事寄入诗中 尤诗 便有翠光献诗一诗 一番风波 就此服定 是 是啊 其实自从读完了五哥仙故事后 我就有件事一直没想明白 说起来 五哥仙里不是还有一个黑主吗 现在 岂不是在他完全没有出现的情况下 五哥仙的故事就结束了 原来你还没有发现吗 喂 卖唱的 你不要太过分 我没发现什么 太蒙 其实现有的四篇诗歌里 已经包含了黑主的故事 咦 真的吗 事情的关键 就在于 葵之翁看到默然清洗诗集后 写出的那首诗 少女在西边清洗赤人诗集的情景 对于普通人来说 完全不明所以 甚至就连葵之翁也不明白 默然的行动意味着什么 他只是单纯的赌物私人 回忆起了故交 不过 对于陷害赤人的犯人来说就不一样了 只有他担心 如果这首诗被将军看到 将军就有可能发现 赤人抄袭事件的真相 那他可就要完蛋了 所以他才会铤而走险 威胁葵之翁把那首诗撕下来 原来那个威胁葵之翁的家伙 就是陷害了赤人的犯人 什么 现在我在想另一件事 五哥仙的故事情节 和我们周围发生的事 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那么在现实当中 会不会也有这样一个黑主存在呢 现实中的黑主 有 说起来 万叶 他是不是想到了些什么呢 万叶 对啊 好像从刚才开始 他就变得特别沉默 我们过去问问他吧 万叶 你怎么了 从刚才开始 就一直站在这幅空白的画布前 而且脸色也不太好 抱歉 虽然这只是我们的猜测 不过五哥仙故事 是不是让你联想到了什么 我刚刚的确想到了一些事 只不过那些 都是我家的一些陈年旧事罢了 虽然我并不介意告诉大家 但我觉得不该再麻烦你们了 万叶 我们都是你的朋友 没有麻烦不麻烦这一说 风元 请恕我貌美 你所想之事 是否与雷电武传有关 雷电武传 那是什么 看来我和神力小姐 所想的是同一件事 这件事与摄奉行也有不小的关系 不知道你是否同意 我把它告诉大家 在场大家都是值得信赖的人 说出来也无妨 只不过 这件事要解释起来有些复杂 还是让我先从雷电武传讲起吧 各位知道 射奉行主要掌管祭祀活动与文化传承 而道七的断刀记忆 也是其中极为重要的部分 雷电武传 曾经是道七最为顶尖的五个断刀流派 这五个家族虽是刀将施家 却也在摄奉行有不小的官职 只可惜 现在雷电武传 已经只剩下天目流仍有师徒传承 一心传虽然记忆失传 但索性还有后人在世 而枫元家 就正是一心一脉的后人 我们原来只知道万叶家曾经是贵族 没想到竟然还与摄奉行和断刀有关 嗯 不过这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一心传在我曾祖父那一带就没落了 我爷爷不满曾祖父的无所作为 在年轻时曾经有立体瓦特 寻找重振家业的办法 可惜最终没能成功 而到我这里 更是连仅剩的祖宅都失去了 之前我听兄长提起过 雷电武传的没落非常快 在短短数十年里 就有三家遭遇种种不幸 最终彻底消失 然后就有人猜测 这些不幸 其实都是有人暗中操作的结果 有人想要灭绝雷电武传 不过 由于雷电武传并没有完全消失 这种说法 最终也只是被当作坊间传闻而已 对 我之前也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我知道 曾祖父年轻时 曾发生过一件大事 那件事 不仅牵扯到我们枫园一族 甚至差点动摇了神里家 在身份行的地位 我读到五哥仙的故事后 就隐约意识到 他似乎正在提示我 那件事的真相 万一 当年到底发生过什么 关于那件事的一些细节 我还需要找人求证 大家明天中午再到这里会合吧 到时候 我会把知道的一切 都详细告诉你们